重阳兵变 作者 金夫子 播读 夏秋年 第32章 邓小平命不该绝 北京的7月闷热难当 邓小平被软禁在景山后街米粮库家中 原本客厅 书房 卧室都安装有窗室空调 自4月初他被宣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几部窗室空调便拆走了 说是节约用电 分明是接受警卫局监管后降低了生活待遇 这生活待遇也是上来容易 下去难 发配江西南昌望城坡闭门思过那三年 南昌地区七八月份气温高达40度 他和卓林热得浑身起肺子 还不是熬过来了 那时为了活命 只要不被专案组整死整残 几个下放北方农村的儿女能来相聚 还顾得上天气炎热不炎热 按说文化大革命之前 邓小平一家住在中南海一座公园里 家里也没有装空调 但当年北京的天气不像现在这么炎热 你政治运动越搞越热火 烧遍全中国 大约老天爷也不敢不逐年跟进 气温节节升高哟 我们国家的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暴 也他娘的怪得很 最高气温从来只暴39度 绝对不会暴出40 41 43这些数字 因为依据1956年抄袭自苏联老大哥的那个全国干部职工劳保条例 当气温达到摄氏40度时 干部工人就只需每天工作4小时 上半天班 你想想 要是中国南方北方的两亿多工人干部都只上半天班 那成个什么气候 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就成了社会主义懒人国 那还搞什么斗司批修 返修防修 又清翻案风不就又大大抬头 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大小走资派不就又满地下走 邓小平忽然接到专案组通知 经中央警卫局和北京卫戍区批准 第二天一早 送他和卓林去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度夏 继续反省罪行 邓小平颇感欣慰 这个夏天总算还给安排了避暑机会 离开北京 到满清皇室的避暑山庄去住些日子 透透清凉空气 好吗 总比长时间的被监禁在北京城里 放个屁都有人盯着 活动空间要大些了 把这事和卓林说了说 卓林也高兴 但邓小平也有另外的疑虑 这次送他们夫妇去承德 为什么不是警卫局一家的安排 北京卫戍区也插手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名堂 卓林说 大概不会了 承德避暑山庄属北京卫戍区管辖嘛 那好 那好 明天一早就走 总得允许我和几个孩子见见面吧 卓林代表邓小平去向设在外院里的专案组值班室提出要求 值班人员做不了主 挂电话请示上去 回话是 邓小平要知足 端正态度 安排去承德度下 已是中央的宽大措施 又不是生离死别 见什么子女 莫非想传递消息 话就这么难听 谁叫你邓小平又当走资派 又一次被打倒 没有把你像六九年扔刘少奇那样扔到外地去处理掉 饶你苟命 已经是够客气的了 邓小平只有任命 去承德就去承德 至多两个月 九月初就回来 总要带些简单衣物用品 还有纸笔书籍吧 承德避暑山庄 他去过多次 印象不错 位于承德市北区 清代称为热河行宫 承德离宫 是大清帝王避暑游乐及处理政务的下宫 始建于一七零三年 康熙四十二年 竣工于一七九零年 乾隆五十五年 长达八十七年 可见其工程之浩大 整座下宫占地五百六十四万平方米 为北京颐和园的三倍 南部为宫殿区 中部为湖泊区 西部为花卉果园 东部和北部为山林 园内建筑借助自然景物 万绿丛中宫殿巍峨 黄瓦红墙 极尽皇家富贵 而湖光山色 西畔人家 竹林幽静 又距田园义去 邓小平至今仍记得那里的两幅营连 一是康熙首书的延宵山馆连 云移西树亲书谎 封宋严权润墨池 二是大臣彭源锐和大学士纪晓兰合作的万贺松丰莲 八十君王处处十八宫 道旁借寿 九重天子 年年重九节 赛上冲伤 入夜 邓小平夫妇默默地收拾着明天一早要带走的医务书籍 专案组随行监护人员有规定 每人只准带一口箱子 加一只手提包 由于是坐小面包车出发 多了东西在不下 沦为政治囚徒 邓氏夫妇一一遵从 哪里还能和过去乘专机专列出行的日子相比呢 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和孩子们见上一面 最放心不下长子邓朴方刀织被瘫痪 靠坐一辆轮椅度日 还有最小的女儿毛毛 经历多年磨难 仍是头脑稚气 单纯 咫尺天涯 咫尺天涯啊 邓小平此刻算领悟到这个成语的真意了 同在一座院子里住着 自己家里住着呢 要出门的父母却不被允许和儿女见上一面 这党内路线斗争 已经斗到没有一点人伦 人性 听说1967年夏天 国家主席刘少奇 正是在他中南海福禄居的前院后院之间 突然于一夜之间弃出一堵高墙 隔断了和王光美及子女们的一切联系 被化地围牢 造成咫尺天涯局面 现在中央专案组是不是又用当年对付刘少奇的一套 来对付他邓小平 很像 又不全像 至少还让妻子卓琳和他囚禁在一起 老夫老妻相互有个照应 目前情况 他邓小平还没有落到刘少奇那样凄惨的境地 时光毕竟过去了八年 那样残忍的迫害刘少奇的年月 毛泽东主席还龙行虎步 身体健硕 和国防部长林彪结为亲密战友 全党全军高级干部被晋升 谁也不敢对刘少奇表示同情怜悯 刘少奇被带上大叛徒 大内奸 大公贼三顶铁帽 以医疗服从专案方式 于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夜送到河南开封 生生的被弄死了 连骨灰和尚的名字都不叫刘少奇 而叫刘卫黄 职业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而叫无业游民 死因则叫烈性传染病 据说送刘少奇去火葬场火化时 装载他的吉普车车身太短 以致刘少奇的两只光脚鸭子 露在车厢外面一路晃荡 不会用对付刘少奇的办法来对付自己 邓小平有这个担心 但如今党内军内形势 已不同于刘少奇受难的年月 毛泽东本人已经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输液倒液 苟延残喘 拖一天算一天了 叶剑英 聂荣珍 徐向前 李先念 徐室友 王震一批老帅老将军 已敢于发出各自的声音 而且毛泽指定由具有中间色彩的华国锋 为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并没有直接把权力 交给他侄子毛远欣和婆娘江青 邓小平相信 如今最想弄死他邓小平的是毛远欣 江青这对母子了 以及江青的面首张眼镜 第二 相信对江青和张春桥的暧昧关系 毛主席早就有所察觉 所以张春桥才没有当成国务院总理 毛主席是要提防他身后 将张这对男女撕混在一起 让他老人家把绿帽子戴进棺材里 下半夜 邓小平夫妇早早就醒来 邓小平感到眼皮发跳 心慌 躺不住了 披一坐起 卓琳醒着 陪他坐起 问道 怎么了 哪里不好受 我替你点根烟吧 邓小平靠在床头说 我连抽烟都没有胃口 只感到一切不大对头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卓琳和他并排靠着 是不是不让见孩子心里难受 邓小平摇头 也不全是 感到心惊肉跳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心惊肉跳 对 就是心惊肉跳 卓琳忽然有了警觉 有某种预感 邓小平打开了床头柜上的小收音机 喇叭里流淌出千篇一律的样板戏音乐 今天一早由卫戍区派车送我们去承德 为什么不是由中南海警卫局派车 事先也没有汪东兴的通知 对我这里的监护 一直是由汪东兴亲自过问的 卓琳问 你是担心可能出意外情况 虽然有了收音机声响的干扰 邓小平仍放低声音 还记得李震的死吗 他是二爷老部署 55年受了中将贤 后调到公安部做第一副部长 谢夫智也算我的老部下 文革后仅跟娘娘一伙 七二年病逝的吧 李震接任公安部长 只有几个月就被人掐死在公安部通往人大会堂的地道里 过了不久 娘娘的那名亲信 中办副主任王恩义少将也不明不白的死了 这事我私下里问过周总理 总理说 李王二人的死都和70年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府人被暗杀有关 那次人家的目标是击落总理专机 谭府人没敢击落 只搞了破将 第二天 谭府人就被暗杀在昆明军区大院内的将军楼里 紧接着 军区保卫部部长也吞枪自杀 李震奉命率中央调查祖父昆明 查了一年多 大约快查出名堂来了 他自己却又遭到暗杀 黑暗了 中央党政军情各有一套保卫系统 黑幕重重 卓林浑身怕冷得哆嗦 人家会暗算我们 邓小平伸手取过一支烟 点火熄着 老头子要升天 娘娘狗急跳墙 第一个要干掉的就是我 其次是叶帅 孽帅 徐帅他们 卓林紧抓住老公的手臂 这个妖婆歹毒 叶群都毒不过他呀 你打算怎样 马上就天亮了 车子就到了 邓小平猛吸一口烟 随即大半截烟头 在烟灰缸里一拧 身子朝下一滑 躺平了 免毯朝上拉了拉 不去了 今天哪里都不去 天亮后给医生挂电话 请他来看看 就说病了 起不来床 卓林也跟着躺下 好 哪里都不去 你考虑的对 一动不如一静 料他们还不敢到我们家里来下手 在家里下手容易露马脚 邓小平闭上眼睛 这次或许只是感觉上有点不对头 多虑 卓林说 那就求个安心吧 过去我们腾腾乡下人常讲 在家千日好 出门半步难 当天邓小平称病 留在家中休息 没有乘坐卫戍区派出的那辆面包车出行 他们夫妇赴成德山庄度下的安排被撤销 当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第二次被揪出来打倒 还想摆谱 享受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待遇 做梦去吧 卫戍区那辆面包车却没有闲着 当天上午被临时抓拆 接在卫戍区干部的几名亲属赴昌平县的八达岭长城观光 不到长城非好汉 到了北京 不到八达岭长城走一趟 终归是个遗憾 可是车出京城 驶过一马平川的北郊田园 进入昌平山区 在居庸关附近一处陡坡急转弯路段 车子却怎么也杀不住 直冲下百十米深的峡谷去了 随即油箱着火爆炸 化作火球黑烟 填满身谷 连同司机在内全车七人 无一生还 噩耗传回城里 引起保卫部门重视 又因死者中 有一人是中央警卫局一母干部的外地来京探亲的家属 于是惊动汪东兴 派人员参加此次重大交通事故调查 调查小组在昌平县地方群众的帮助下 把汽车残骸从深谷中掉拉上来 经车辆鉴定所的技师查验 该车四轮上刹车皮全部松脱 很可能事先被人动了手脚 于是该次车祸被列为重大刑事案件处理 查明此车先一天曾经进卫数区直属车队修理厂 做过全面检修 还开出去试过车 一切手续正常 完备 后来车子就被封存在车库里了 因已交代此车第二天要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据办案人员分析 极有可能是在车库里被人动了手脚 随后隔离了相关的十几名军人职工进行审查 查来查去 找不出证据 只好不了了之 只有卫数区和警卫局的少数几个负责人心里有数 此车祸原本是用来对付邓小平夫妇的 但邓小平临时闹病 逃过一劫 邓小平夫妇是一年之后才陆续听到这次车祸和他们的关系 邓小平倒是没有感到什么后怕 生死有命 老天爷饶了我和卓林 可惜那七个无辜的同志做了牺牲品 他们内部怎么就不及时互通讯息呢 或许时间上太急错了 没有来得及 偷偷摸摸的勾当 都不便沟通哟 另说邓小平留在家里养息数日 急又有警卫局通知 说要送他们夫妇去西郊玉泉山居住 这次卫数区没有插手 专案组的人态度也客气许多 还允许他们和几个孩子见上一面才离去 玉泉山居颐和园中央高级党校军部员 是座占地广大 环境优美的园林 新中国成立后化为军事禁区 在其间迎建了十几栋西式别墅 每栋均背负青山 面朝避水 错落有致 彼此隔着清晰绿树 风景个别 文化大革命之前 几乎在全国所有风光名胜地 均为中央领导人迎建下行宫别墅 毫无例外 所有行宫别墅均一党中央七厂委顺序排列 毛一号 刘二号 朱三号 周四号 陈五号 林六号 邓七号 在玉泉山园林 邓小平的别墅也被称作七号院 当然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 除了毛泽东是永远的一号 其他人如刘少奇 林彪连性命都不保 就是周总理和朱总司令 也都顾不上几号几号了 这次 中央警卫局安排邓小平夫妇 去玉泉山休息 去还是不去 那里的平均气温 能比城里低个三五度 虽不似成德避暑山庄 北戴河海滨那样凉爽 但比住在城里 还是会舒服很多 邓小平夫妇 日常生活甚有规律 几十年来 大事听邓小平的 家事由卓林做主 黄昏时分 夫妇俩被允许 在后院里放风 散步 卓林见看守人员 只在远处监视着 就问 玉泉山 去还是不去 邓小平回忆一个字 去 卓林问 这回你不担心什么了 邓小平说 玉泉山离几个老帅的住处近 有室内泳池 或许能碰上 卓林却仍有疑虑 你不是讲 留在家里最安全 邓小平说 在警卫局眼皮底下 别人难动手脚 卓林说 你对汪东兴还是比较放心啊 邓小平说 我看汪会听夜的 现在他有求于夜 想依靠夜 邓小平夫妇来到玉泉山 仍住他们的那个七号院 看样子 几年没有别的人住过 院子有些荒芜破旧 别墅内倒有人做过清洁 还算舒适 自然不会给他们配厨师了 只有一名生活服务员 带他们购买果蔬食物 放在厨房台子上 卓林对食品很警惕 把家里的一只大黄猫带了来 每顿饭前 由大黄猫先品尝 过去说 黄猫白猫 后备人改为黑猫白猫 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现在只能说 黄猫白猫 能咽出有毒无毒 就是好猫了 他们还被允许去 距七号院不远的那座室内泳池游泳 时间是晚上八点至九点 如果哪天晚上的游泳时间被取消 那一定是来了别的中央领导人 他和卓林必须回避 还可以在附近散散步 但不得越过游泳馆旁的白石桥 白石桥不远是五号院 最初是替高麻子建造的 1954年高岗还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时 把这里当作度假屋 常带了情妇秘书来寻欢作乐 最后高岗也是在这里接受中央的隔离审查 两次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 第一次被及时抢救过来 第二次才死掉 那时邓小平是高饶专案审查小组组长 刘少奇周恩来要把高饶往死里整 他邓小平也缺乏同情怜悯之心 参与其事下手太重 其实他和高岗从未共过世 谈不到好印象坏印象 毛泽东主席才派他当专案组组长 党内斗争几十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是个老传统哟 至今无人反省这个老传统 而且愈演愈烈 这次打你下次打我再下次打他 打击来打击去几乎把党内同志打了个遍 最典型的例子是59年的庐山会议上 罗瑞卿 彭真 谭振林 李景全等人 那样紧跟毛泽东 起劲的整彭德怀 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罗瑞卿 彭真等人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还有北京昌平县的那座秦城监狱 原本是50年代彭真当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 罗瑞卿当公安部长时 两人亲自指挥下建造的 只属公安部领导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就把彭罗两人关了进去 自己造下监狱来监禁自己 真是历史的反讽 惩罚吗 我们这个党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始有点子醒悟 秦城这座共产党自己建造的监狱 至今仍关押着多少党的高级干部 他真该成为一座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纪念馆和博物馆 把饶术石 胡锋 彭德怀 黄克成 习仲勋 班禅俄尔德尼 彭真 罗瑞卿 陆定一 杨尚坤 吴晗 廖墨沙 刘仁 李雪峰 郑维山 李维汉 安子文 乌兰夫 徐冰 万里 黄永胜 吴法宪 李作鹏 就会做等等蹲过的号子一一标出 刻上名号 供后市观光 警醒 不不 或许秦城还会保持他在党内斗争中的特殊用途 毛泽东一死 不是邓小平 叶剑英们被关进去 就是江青 毛远新 王洪文 张春桥们被关进去 二者必居其一 又一次你死我活哟 自住进玉泉山七号院 邓小平就常常精神恍惚 壮四发呆 其实是陷入沉思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根据文革初期揭发出来的材料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 毛泽东身边的几位才子 田家英 周小舟 李锐等人 就议论过 要警惕毛主席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 多么的尖锐深刻 斯大林晚年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首先是公开提倡个人迷信 领袖崇拜 把整个党 国家 军队的功绩归于一人 光荣归于一人 把领袖当救星 神明 二是在党内进行残酷的所谓的路线斗争 打击消灭一切不顺从 不恭敬 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干部 三是搞新式君主制 一言堂 前纲独断 一言九鼎 以领袖的个人意愿作为全党的行动指南 是非标准 其实啊 稍加对比 毛泽东和斯大林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农民的儿子 斯大林出生在远离首都圣彼得堡的 俄国南部外高加索格鲁吉亚一户农民家庭 毛泽东则出生在远离首都北京的 中国南方湖南省湘潭县一户农民家庭 比如这两名农民的儿子均是自少年时代起就无心勿农 而决意走出乡村 扯其造反 热衷革命 成就罢业 比如这两位农民出身的领袖都擅长党内斗争 都是以各种巧妙残忍的手段战胜各自党内一位位强大的对手 最终成为党的最高领袖 比如两位农民出身的领袖都擅长军事指挥 都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斯大林指挥了十几年的国内战争 终于打败旧俄军队 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毛泽东则领导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 打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 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比如斯大林在苏联是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恩人 毛泽东则是新中国的大救星 伟大的导师和领袖 斯大林晚年习惯在自己的住处的晚宴上 边吃喝边召开政治局会议 吃饱喝足之后 再由他叼着烟斗边夺步边口售政治局决议 毛泽东则是习惯于半躺半仰在他的大木板床上 让政治局常委和委员 书记处书记们 文革期间则是中央文革成员 一人一把椅子绕床而坐 口售各种最高指示 还有两条最重要的 一是斯大林曾于1926年至1929年期间 在全苏联乡村强制推行农村公社制度 导致1929年至1930年的大饥荒 饿死人口数百万 毛泽东则于1958年在全中国农村 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制度 导致1959年至1961年的全国性大饥荒 饿死人口四千多万 二是斯大林于1937年至1939年期间进行大清洗运动 杀害了包括布哈林 加米涅夫 李可夫 纪诺维也夫等元老在内的上百万名党和军队干部 毛泽东则于1966年至1976年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整死了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 中央常委陶驻 解放军元帅贺龙 彭德怀 林彪在内的数百万名党和军队的干部 加上全国大武斗 打派仗 死亡人数在千万以上 斯大林和毛泽东真是太相近太相向了 毛泽东以斯大林为师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邓小平常常被自己头脑里翻江倒海般的思索 吓出一身冷汗 一个以为人民服务做宗旨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 共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 怎么会出现毛泽东这种封建君主式领袖 而且使全党全军服服帖帖 中国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君王 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所没有做到的 在毛泽东手上统统做到了 毛泽东同志自青少年时代起就读宪装书 习帝王术 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 政治运动 而成为封建地质文化的极大成者 毛泽东是三千年封建主义沃土上孕育出来的革命领袖 把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折腾得千疮百孔 现在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线新的生机 是毛泽东快要病逝了 只要他一撬辫子 或许就可以重新翻牌 把他的一系列胡作非为颠倒过来 把他的亲信爱将一一拿掉 当然切记不能损害共产党的领导 而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不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而是改革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吗 可以让他名存实亡 对 名存实亡 他邓小平若能第三次复职上台 也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不会做秘密报告 指毛泽东统治新中国期间被整死饿死的人口 达到史无前例的四千万或五千万 甚至更多达六七千万 邓小平身处逆境 却不甘寂寞 已开始考虑毛死后的治国方略 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因为赫鲁晓夫的名声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得很臭 但赫氏在斯大林死后的某些改革措施 是可以借鉴的 比如取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变无产阶级政党为全民党 比如平反冤假错案 把干部从牢房里解放出来 重新分配工作 比如自上而下开展新经济运动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等等 日子一天天过去 邓小平一直没有写出他的文字检查 他决心拖着 能拖到几时算几时 反正毛泽东只剩下最后的几丝生命气息 已顾不上再给他邓小平增添新的罪名 就熬着吧 最后由时间来决出胜负 一天晚上 邓小平游一名监护他的卫士陪着 正在泳池里来回游着游着 忽然 泳池的入口处闪进了一名军人 对坐在泳池边抽烟的卫士说了句什么 卫士蹦的一下跳起 抄起躺椅上的一件玉袍 跑到他面前下令 上来 赶快上来 我们马上离开 马上离开 邓小平不知出了什么事 卫士要如此大呼小叫 但自己是被监视者 只能服从命令 爬上岸来 那卫士把玉袍朝他身上一裹 半推半拉的就朝出口处奔去 邓小平连脱鞋衣物都没雇上带了 出口处有一名陌生军人等着 领着另走一道侧门 飞快的出到后院 一辆黑色轿车已开着车门 卫士老是不客气的把他塞了进去 邓小平这才看清是叶帅的坐车 司机也是叶帅家的 都见过的 邓小平光腿赤脚 脚板像被什么滑了一下 生痛 他顾不上疼 而以平静的口气问了句 能不能告诉一声 这是要把我送到哪里去 坐车启动 绕两道挤拐弯 司机才回答 放心 奉叶帅命令 送你回城里去 邓小平说 谢谢叶帅 可卓琳还在七号院 能不能载他一起回去 司机冷冷的说 不行 叫载你一人 就载你一人 坐车驶出三五十米远 那随车警卫忽然喊道 停停 看 游泳池冒烟了 起火了 好大的火哟 司机仍是冷冷的说 还是走吧 算你俩命大 那烟雾一起 里面的每道铁门 就会自动关闭 锁死 你就是长了翅膀 也甭想出来 警报以凄厉的响起 邓小平浑身冷汗淋漓 现在他不担心卓琳了 他相信卓琳不会有事 人家的目标在他 而不在妻子 看来再不能外出了 还是在自己家里 接受监督比较安全 卓琳回来 要告诉他 非常时期 就是死 也应死在家里 可以留下凭证 连着发生两起 针对邓小平的暗杀活动 叶金说服汪东兴 汪东兴又去说服华国锋 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开碰头会 商议此事 不是说顽固不化的 走资派邓小平的性命多么重要 而是事关每位政治局委员 自身的安全 中央现在至少有 党政军情四大保卫系统 军委保卫部属下的架构 尤为复杂 另有总参保卫部 总政保卫部 总后保卫部 空军保卫部 海军保卫部 加上北京军区保卫部 北京卫戍区保卫部 部门邻里 各自为政 又相互渗透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会上 华国锋请汪东兴同志 向大家通报了 最近发生的两次 和邓小平有关的 重大安全事故 一次车祸 死了七个人 一次玉泉山泳池着火 焚烧掉十来个房间 江青听完通报 冷笑笑说 汪局长 怎么对顽固不化的 邓纳吉的安全这么重视 还要专门召开 政治局会议来研究 难道我们这些人 还要围着邓纳吉转 我觉得 政治局早就做出一致决定 撤销邓小平的 党内外一切职务 教全党全国批判斗争 暂时不拿掉他的党籍 是我们毛主席的仁慈 现在党内一片呼声 墙里要求把邓纳吉 永远开除出党 我看 今天的会议 就应当讨论这个 并做出决议 王洪文 张春桥 姚文元 吴德等人 立即跟进 表示赞成江青同志的提议 叶金英本不想发言 但忍无可忍 还是说了话 江青同志啊 刚才王东兴说明了吗 不是邓小平的安全问题了 备数区的那辆车子 死了七个无辜的同志 玉泉山游泳馆那把火 烧毁十来个房间 层层铁门被自动锁死 连消防队都进不去吗 要是你我恰好在里面 不也同样完蛋 李建建说 今天的会议不能走题 扯到别的问题上去 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安危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王敦英同志 应当代表中央警卫局 拿出几条具体的办法来 苏振华也说 一码是一码 今天就研究安全问题 江青王洪文等人 一时气得没话说 又不便当场发作 华国锋以会议主持人的权威口吻说 我尊重江青同志 洪文同志 尊乔同志的意见 叶帅和先念 振华三同志也说的对 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安全 会前 我和远欣同志通了气 鉴于主席老人家的病情 这事就不向老人家汇报了 而责承汪东兴同志 拟出几条具体措施来 下面 由汪东兴同志给大家念几条 大家意义 给予修正补充 此事 纯属事务性质 就不做什么决议了 汪东兴掏出两页准备好的稿子 逐条念道 第一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文革成员 人大副委员长等领导同志家里 实行警卫值班登记制 每名值班人员上班签到 交班签字 中途外出及返回 均要留有时间记录 第二 上述中央领导同志家里 实行来访客人登记制 何时来何时离去 领导人互访均包括在内 一事同仁 共同负责 第三 重申对上述领导同志的日常药物 实行领用登记制 保健医生护士所用药物真剂 从谁手里领取 用到谁身上 均严格查验 防止任何疏漏 第四 上述领导同志家中的食物 饮品 实施采购登记 检查化验 专人负责 第五 上述领导同志乘坐之车辆 严格实行专车专人驾驶制 非特殊情况 不经批准 不得更换驾驶员 第六 以上措施 原则上适用于正在接受 中央专案审查的原领导干部 江青越听越气 呼得拂袖而起 边离席边说 这个会我不参加了 毛主席还在 你们就这样闹 闹去吧 好的很